公投過後 政府接下來有什麼做法 首先來看到 省建院長賴清德 昨天和黨內立委進行便當會 會中討論到與同婚相關的公投案 達成共識 確立要回應公投民意 同婚不修民法 要立專法 九合一大選民進黨大敗 行政院長賴清德表示 尊重公投結果 昨天賴清德邀請約三十位 民進黨立委便當會 會中討論到同婚相關公投案 達成共識 尊重公投結果 不修民法 另立專法來保障同性婚姻 我們必須要修的 也就是民法以外刑事的法 那也就是專法 就是沒有錯 只是專法是什麼樣的法 我們也必須要遵守大法官的解釋 公投佔反同方大勝 行政院拍板立專法 保障同婚 不過專法內容 仍然要遵守大法官會議 是自第七百四十八號釋憲案 保護同性婚姻 是否因為對同婚議題搖擺不定 造成民進黨中南部保守勢力票倉流失 黨內挺同與反同立委意見不同 而針對公投法是否要修法 或回到原先的高門檻 行政院發言人Kulas轉述 這次立委沒有特別討論 但至少不能出現死人連署 才能讓人信服 記者綜合報導